YO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今天 蓝球时光级的新铃影片 我是你们的主播动物丝 那么我们在2021赛季是获得了当年度的总冠军 并且快乐的 以长均39.6分获得了最后的FMAP 而在最近这几年我们获得了非常多的年轻星星 包括我们的特务交易 获得了2018年首轮18岁所选到了Shun Gadgets Alexander 2017年四轮第六岁所选到了Oji Arunobi 2021年第二岁选到了Scottie Barnes 交易来的2018年第七岁所选到了Robert Williams 以及2020年的状元Anthony Edwards 那就像我上次所说的 我个人认为Greg Monroe在本赛季是必然要走的 因为我们毕竟在替补已经要了 Celestian、Yakperto、LarennesJr 并且我期待Teris Maxi在未来会成长起来 所以因此我的期待呢 是我把Jordan Clarkson以及Greg Monroe加起来 这里可能换个评价大约在80平均左右的一个风险 然后我们的阵盒的话就会变得非常完整 好那这里我们废话不多说就直接先来到季中吧 好现在来到季中 目前为止我们来到32岁19倍 排名在分区第三名 Gill Juset的身子现在来到87平均了 但是呢 我还是得说 Greg Monroe 尽管你现在站上先发 那也只是让你的交易价值更上一层楼一点而已 那Jordan Clarkson刚好也是心情不好的时候 那这边就把他加起来一起做交易 那这里能换到的封线 Maleve Beasley 可以想想可以想想 因为毕竟他们都是年轻潜力啊 我觉得其实做起来应该还算不错 Rossie O'Neill 他这个时间点评论还这么高吗 Derek Rose Kelly O'Brey 嗯...可以再更好一点啦 Nezer Leto 跟Trendler Parsons 他也是因为稍微有接应能力的3D型侧翼 这换过来老实说不算亏 只是Trendler Parsons算是一个负资产 综合看起来这一笔是一个可理解的交易案 对 我们增加了两位封线 纯粹以省心之角度来说的话 也...不是不行啦 但我觉得没必要 既然他没有办法给我更好的报价的话 那我干脆就直接换好了 换两位相对起来比较年轻的群人的话 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好 我们就做这笔交易案吧 也因此Trendler Parsons就有一个上场时间了 对啊 我们这个阵容瞬间合理很多啊 然后我们就可以让Selix Young打到5号位 你们看我这替补阵容这强我就问 假设无论Robert Williams受伤 或者是Selix Young在受伤 我还有替补Yuck Perto 我还可以顶得上去啊 只是Larion Dance Jr.我这边也想尝试做一笔交易案 就当然他也不是不好 就只是他在我这边没有用武之地 我只能这样跟你讲 对 不如就把他拿去换选拥拳 我觉得都还好一点 好 这边我去换一个叫做 Charles Washington的一个球员 那一方面的话就是 沈辛茲 另外一方面就是获得一个2024年的 底推回来队前三数位保护选拥拳 虽然那个价值确实不高啦 因为我觉得到时候的话 他们搞不好会直接把前三数位全部都占满了 但至少我让Larion Dance有个打球的地方啊 就直接做这笔交易案吧 好在这两笔交易之后的话 我们现在阵容是非常完美的 那并且我来稍微看一下 Quiliter这边的续约 它大概是需要2500万吗 应该是更多的 OK 3000万 直接帮你开到3600万啦 你要好好的在我们球队打球啊 我觉得这个阵容其实只要合理的操作的话 确实会长成这个样子 那唯一里面比较疯狂的话 应该就是SN AdWords这件事情 这真的就是纯纯的运气 它是我觉得这整个篮球时光记里面 最不合理的一件事情 但没关系既然都选到了话 那我们就慢慢培养它二号位的一个全力 那我们对话就直接来到寂寞吧 2122赛季 Yes at Combo 继续参联MVP 而且现在来到99屏幕 噢呦 哇 Ben Simus 最佳第六人 那看起来今年东区不是很好打哦 对呀魅力了转会到了丹佛精华队啊 那虽然那边没有Yokic 那等一下还可以理解一下 那边的阵容是长得怎样 OK 作文东区第三名啦 那至少不用那么早就队上 没有完全工作队 哎呀 也就这样子嘛对不对 其实老说跟突航者队时期也没有差多少 哦 鲁伊哈吉姆拉 呃 占到了先发位置啦 然后 SN Edwards 呃 是处于受伤状态 本三季的数据它有继续上升啦 但能不能上先发感觉还要一段时间啊 真的老实说我们的封线组合是有过变态啊 而且加入的Molek Beasley 在替补得分量是更加上升的 哇 场均13.6分啊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对决底特利活塞队的比赛 他们内线组合还是一样强啊 但他们后场还是几乎没有任何补枪 所以因此呢 手轮应该是不太需要去多做什么这个额外操作啦 1比1 2比1 2比2 对方内线组合感觉起来是比较强一点的说实在 喂 喂 上去上去上去 3比2 哇 这两个人 加起来拿了66分啊 这些组合也很可怕耶 如果我手轮被击败我会哭你知道吗 来 快点打起来打起来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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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可以 漂亮 欢乐37分5篮板5助攻3超级的表现 但其他人的得分量感觉有点不妙耶 说实在 哦 又可以受伤了 在这个时间点受伤的话算是比较好的时间啦 来 生死第七战 那看起来有逆转胜 恭喜 多伦多棒队 拿下首轮 OMALUKE BEASLY 哇 超高效级的射手耶 哇 你是来自西洋风球员吗 Jerry Grandin这场比赛 他上场拿38分也无力回天啦 接着我们的费城七人队在首轮就直接被4比2击败啦 哇 那不是真的惨 那我们就来对决我们的 这时候又重新回到了先发阵容 那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公路队这边的阵容啊 其实跟前几年来说没有差太多啊 TDRS们打了二号位其实老实说蛮让人意外的 虽然OJ ARUNOBI也是六持七顺打二号位啊 但不确定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来稍微模拟一下吧 第一场比赛看起来 呃 前面打还蛮顺的 但后面慢慢追回来 我双方看起来不断的你来我往的 但这场比赛看起来是没什么悬念啦 团队的28分 需要给阿杰斯尔特拿18分四轮板 七处攻一超剑一阻光表现 啊 OJ ARUNOBI也受伤了 哇 我们二号位几乎倒光光啊 那TDRS跟Yanis这个内场组合 加起来总共得下48分 那么二号位的话 幸好我们补禁了Molek Beasley 这还算合理的一件事情啊 没关系 我们两个封线倒下去的话 至少 我们替补还有人啊 但我不太想让Chris Boucher上场就是了 哎 加油啊 撑下去啊 我们不能在这边倒下 这种比赛 看起来 哎 哎 输下去输下去 没办法啊 雷扬剑24分 压的时间大三远啊 好扯哦 我顺便来看一下西区这个阵容啊 哦 说认真的 今天你跟我讲说 东区打赢西区比较好打 我觉得不敢保证哦 他们的组合也是有点恐怖耶 但我自己估计啊 胡文队应该会打到总冠军啊 好 第三站 可以吗 哦 看起来 这把没救 哎呦 雷扬剑35分啊 SGA是7分 其他人的得分量感觉起来 好像有点 微微的没有跟上 我只能这样讲 虽然你们看我在记中 可能交易了很不错的球员啊 但老实说这 连贯之旅啊 还是没有那么轻松的 那拿下个二胜二败 目前为止还行 马里克比斯里 这个交易过来之后 拿下石头五中的三分球 那边也拿25分三半板 二超级的表现 那快乐呢 今天禁止这达15分啊 这得分量有点不佳 但没有问题 能赢 都是好事情啊 接着 关键天王山之上 看起来 哦 不断交叉领先 最后赢一下这场比赛 可以吗 没问题 谢谢 欢乐20分八辣板 四国二超级 哦 这次大家得分量有跟上 但是马里克比斯里也受伤 不是我们二二位倒光光啊同学们 OG Arunobi 还是勉勉强强的上上先发 哦 Anson Edwards 总算是回到我们球队之中啦 在这生死存亡之秋啊 感觉是可以稍微进去看一下 OK 这场比赛算非常接近啊 最后2分46秒 一起进去看一下吧 好 现在我们来到最后2分半左右 来看到 Yes 这combo从低脚这边跑出来 一个三分球出手没进 Scolde Barnes这边把球给到Laner 这边妙传给要拦一下OG Arunobi 转身 桌子上 这球 没有进 Pretcher 这边给要拦一下Yanis 两人包夹 哇 OG Arunobi这边守得非常不错 这边前场是一个多打手的局面 直接妙传给到拦一下 哇 极限拉杆传球啊 给到是Pretcher Pretcher 这边给到Yanis 面对Scolde Barnes这边直接打板 但是这球是没进的 Scolde Barnes守Yanis守得非常不错 Laner 屋顶位置 运了两下球之后 这边再直接做个中距离 Pretcher 这边把球给到Yanis 面对手搭手飞好的Scolde Barnes 这边拦一下转来转去啊 哇 一个梦幻脚步把这球打进 乖Laner 这边面对Chris Milton的一个防守的话 这边是把球选择回给的是Shanke Ederson的Center 这边再一个挡拆之后中距直接得手 好 最后50秒 双的话还有四分差距 Yanis Yanis 这边两下假晃之后直接翻身跳投 攻路队是并不会那么轻易的被击败的 Laner这边直接借助挡拆之后 拉了一个三眼球 这边就打进 哇 这个三眼球是几乎宣告上比赛的终结啊 Pretcher 这边借助挡拆之后 He can pop 回给Tunner 这边再给到的是Chris Middleton 不过Laner这边这个斜防非常的漂亮啊 哇 这个瞬间换防对位 然后并且把对方守到没办法打球啊 Wars 两罚中一 那说的话是来到了我们的六分差距 那这边至少要先来个三分球啊 这边阿斯曼 Catch and Shoot 一个三分球直接打进 不过暴龍队这边只要随便罚进任何一球呢 那我们看起来暴龍队应该就是能拿下这张比赛了 第二罚进了 4分差距8.3秒 那至少这个三分球是要进的哦 Yanis 这边把球回给同个位置的Chris Middleton 不过这球的话是没有进啦 那最后比赛的话96比92啊 那这场比赛的话 就多多暴龍队拿下来 两度未免的我们的东区总冠军啊 这场比赛 对 暴龍队打得着实精彩 希望给他就是阿斯曼拿26分五轮板 九足够二超级一足够的表现 而球队跟Kuarina两个关键三分球 更是把比赛改冠定论 那尽管Yanis竟然已经讲出了全能数据 那他大赛元加四超级二足够的表现 还是依旧挽回不了球队落败的命运 那么今天幸好呢 我们OG Arunobi是已经恢复健康状态了 那我们看起来二号位就是轮流受伤 但是至少现在OG Arunobi跟A30 Edwards都回来了 所以我们在封线这个区块相对起来是可以安心一点了 紧接着就来对决我们今年大魔王啊 洛杉矶胡人队 尽管账面看起来的话我们是小输 但是就是没有这么好打啊 那我们这边先来看一下球队的优势跟劣势 那优势就在于说 我们现在LeBron James来到94分 就没有这么恐怖啦 但劣势的话在于说 我们篮板数上可能会抢输我们的Android Drummond 但胡人队的替补我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Wooderson Kuzma Balee 那他们的替补的话看起来就不是这么的出彩 好那我们这边就先来看一下第一场的比赛 我这一场看起来就会打天翻地覆了 没有啊 哇提前出局啊 我怎么会打那么惨 今天大家命中率很差哦 LeBron James大三远啊 他虽然没什么得分 但是他帮助了球队也不少得分啊 Android Drummond今天10分10篮板 紧接着我们的第二战 这一战我觉得我们可以打个1比1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哎呦 怎么又被拉回去了 哇开场2比0 LeBron James今天为什么得分量会变那么惨 对我觉得我开始应该避战一下 我让LeBron James打二号位的话 或许可能一面还会比较大一点啊 第三战自家组场 哦比数看起来有 成功反超啊 这真的不是我怕 这只是战术性撤退好不好 没问题 这样比赛赢下来 还在LeBron James打二十六分 四篮板七出弓 四超级的一个全程性表现啊 今天算命中率而不佳 大概快三成啊 而且三分球石头一中 但至少今年赢下来 英国人今天打三九分啊 那郎中邦今天也拿三分 十篮板 二猪攻的一个大三远表现 对啊 我觉得这样子错位之后 可能比较好赢哦 对对对对对 自家组场有机会连续赢下两场吗 看起来是有的 有啊漂亮 LeBron James打二十四分 六两板十出弓 好今天他们的看起来 哎呦出手术感觉比较差一点啊 然后我们的哈吉姆拉 快要可以回到场上了 只要他回到场上那一刻啊 就是我们胜利浩角吹响的时候啊 来 第五战 看起来非常接近吗 没有 在第四节 约莫是十分差左右 没问题 赢下来 关键三比二 来那三十三分三两板四足弓 那LeBron James打二十二分 六两板 九足弓表现 那么 第六战的话 有机会成为最后一场比赛吗 我觉得可以 这场比赛最后五分钟 我就一起来看一下 有机会可以拿着总冠军吧 好现在我们来到最后大概四分五十秒左右啊 三分差距 LeBron James浮顶位置 一个挡开之后 没有两人包夹 来一下这边 直接顺下Lonzo Ball 我可以说Lonzo Ball 那个脚步还是相当快的 这球给Lanner 直接 给开后门的Scotty Barnes 单手直接传球啊 我刚刚看到的 你快又可以有影子了 最后三秒钟 挡开之后 拉三分 最后打进了 哇 挡顶位置Lanner 跟Willis做个挡拆 给顺下Willis 最后出手 噢没有进 KCP 回给Ingren 面对Arnoldobi 这边算手得非常好 来这边再给低脚 诶 这边有人放空了 Drama把篮板拿回来 这边篮下再上 这球 诶 一直被Rubble Williams拿回来 来UG Arnoldobi 这边篮下 只能给Scotty Barnes的 时间不太够了 来到这边硬打 球没进 篮板被LeBron James拿回来 Lonzo Ball 这边来到篮下 再回迎外线Ingren 上面就直接打进 最后选择一个中距离跳投 球没有进 Rubble Williams 啊 球没拿稳 乃有手啦 第一脚LeBron James 剩下最后大概两分钟左右 Lonzo Ball 屋顶位置 再来个三分球 这一球 最终是被Andre Drummond排回去 Lanner 这边踏了两步之后 直接一个翻身后仰 这球被CoCo拿下来之后 球给LeBron James 这边再直接给他快攻切入的Brandon Ingren 一秒都没有浪费啊 Lanner 一个挡拆 这边直接跨两步 急停中投 谷顶位置Lonzo Ball 主要跟Drummond做个挡拆抽 双人包夹 籃底下又是轻松左手上来 哎呀我们整体身高 是赢不了我们的胡人队的 看起来 乖Lanner 切入 拉回来 做胡顶位置三分球 现在整个局面 已经来到胡人队这边了 籃底下 这边再上一球 还是没拿进 但是看起来暴龍队 现在都只想让我们的Skalli Balls 在篮底下做胆打 但这事实上不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啊 30秒钟6分 不能说完全没机会 但是可能需要加把劲了 这边一个翻身的单手勾射击球 还是没进 这边篮板拿回来之后 再回给Lanner 做个中距离跳投 这边让Lonzo Ball 来罚球 其事实上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因为毕竟他罚球相对而言 是没有这么多稳定的 来呢 这边借我欧球阿龙多比一个三分球出手 好 Lonzo Balls就两罚路线的情况之下 这场比赛也宣告结束了 我觉得这场比赛最后最关键的是 不应该让Skalli Balls继续打内线 应该是要做一些中距离 又或是做外线三分球 会比较有机会也可以赢 哇 等说一件事情啊 第四节我们的得分量 变得非常非常少啊 你看就相对起 Lonzo Ball 一个人的话就独得了18分的第四节 第七战的生死局 看起来 好像赢了 赢了 多伦多棒队 差点2.8 恭喜 快乐的最后上场比赛 终于啊 扇7分6篮板 10足弓大爆发 并且 Shan Ganges Alcander 也拿下14分 13足弓的表现 这场我觉得 最大的败因啊 就是我们加Android Drummond 今天 籃板数的话 好像没有就拿那么多了 那我认为是 胡人队教练的不对啦 那这场比赛怎么可能 让Android Drummond 上场比赛 最后第四节拿5个籃板的球员 然后下去休息 这怎么说得了 好那我最后的FMVP 当然给到是我们的 QuiLaner 我原本以为是 Shan Ganges Alcander 因为毕竟他好像 拿下是FMVP啊 因为毕竟他好像 拿下东区的FMVP啊 QuiLaner 如果没有离开 多伦多棒队的话 他们甚至是有机会 可以残联二连霸了 当然我得说 QuiLaner的一个考虑的话 还是能理解的 毕竟在现实世界的 路玩机快领队 对上东区第一名的 波斯对赛亚提克队 他甚至在第四节 是可以轮修的 你就知道现在快领队 是多么的强大 那最近路卡当局 拿到单场73分的壮举 那或许之后的话 我就可能会从路卡当局的 新秀时期 开始做我们的篮球时光机 这或许是我们下次的计划喔 好那我们之后就下部影片 再见咯 各位 掰掰